第251章 机械所集神之禁区 武林市中心 武帝遗迹 玉兽兵团建立的一道长长的封锁线将这里包裹得严严实实 毕竟里面可能存在一尊图腾 虽然说看起来不像敌对图腾 但万一呢 到时候如果出来 麻烦就大了 这辈子从没这么心塞过 白袭的大伯 白团长望着封锁线里面 不断叹气 目前 虽然东皇的禁忌武器已经锁定了武帝遗迹 但在这种地理位置 如果和图腾交战 纯粹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图腾区的图腾 人类国家内的图腾 对于一个国家的威胁 完全是两个级别 毕竟没有国家想在自己国土内经济发展不错的地区投放竞技武器 白 白团长 遗迹有反应了 白团长日常巡逻时 忽然 一个士兵的声音吸引了他 顿时让他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片刻后 在上百玉兽兵团士兵的注视下 久驻传送区域 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身上挂着四只宠兽的身影 缓缓浮现 此时 看到这个身影 所有士兵都愣住了 他们顿时泪流满面 这不就是他们找了近三个月的石羽吗 看起来这个灾心 没挂 是好事 说明里面的图腾不是敌对的 石羽 发现石羽出来后 白团长封速来到了封锁线内 于传送区域外注视着他 那个 刚刚一出来 石羽一见这阵势 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不由得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道 那个 各位辛苦了 里面的图腾 白团长此时最关心的是这个 石羽微微沉没后 道 大概 大概死了吧 他这两个多月再也没成功联系到仲璇 出来时候也想跟仲璇说一声来着 但也没得到回应 按照仲璇自己所说 这时候的他估计使用自己的种族天赋重生去了 妈的 你把图腾灭了 白团长一惊一炸 众人 石羽 你这什么脑回落 众多士兵看着自己长官 一阵无言 都说了不要总是和猪类宠兽合体了 石羽一脸黑线 道 怎么可能 接下来 石羽受到了最严格的关心 几乎没过一会儿 白传奇 白会长 白西 还有这两个月一直待在武林市没走的风校长 陆清一都来了 他们见到石羽 没有一点事的出来了 顿时惊喜万分 没事就好 封校长笑哈哈的 好业 没缺胳膊少腿 白西挥拳 陆清一微微一笑 没说什么 看着眼前的白传奇 封校长 陆清一 白西 石羽一阵沉默 见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 他也有点忐忑 自己失踪这近三个月 估计引起的波澜不小吧 他在里面已经预料到了 为了不让大家讨论自己 石羽只能快速转移话题 道 我没事 不过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我在里面 有大发现 考古大发现 不一会儿 相关人士全部聚集 一间房间内 石羽 白传奇 风校长 白鹿两位学姐 还有武林市的白会长 几个人纷纷坐到了一起 见石羽这么凝重 神情这么复杂 他们几个也被搞得颇为重视 暂时把注意力从石羽身上 转移到石羽 即将要说的事情身上 事情有点复杂 五帝遗迹之所以发生异变 你们之所以被传送出去 而我被留下 是因为里面的遗迹空间深处 七夕一尊图腾 而这只图腾 他的真实身份 是五帝的宠兽 仲玄 石羽缓缓开口 他话一落 顿时 风校长和陆清一等人 瞳孔一说 卧槽 白传奇直接傻眼 重 众玄 传说中 那只有神龟血脉的图腾 等一下 我记得当时 你骂了乌龟 是不是因为这个被留下的 石羽 怎么可能 石羽快速地解释起来 道 其实 那天我的猜测是对的 五帝遗迹 的确是五帝为了训练 石铁兽军团建造的练兵场 而且 正是仲玄建造的 里面 也的确存放着 石铁兽二段进化的秘密 因为 在威灵台 我和石羽的表现太优秀了 直接触发了 试炼设施的奖励机制 仲玄也因此被惊醒 众人一下子有些恍惚 尤其是白传奇 白会长等人 他们几个瞪大眼睛 卧槽 还真让当时的石羽蒙对了 这个运气 也太太娘好了吧 之后呢 白袭忍不住问 我接触到仲玄了 也了解到了一些遗失的历史 比如 五帝王朝有一支强大的石铁兽军团 比如 五帝本人也契约有一支强大的石铁兽 比如 五帝是因为和一尊半神级图腾大战而死 比如 石铁兽真正地进化到霸主种族的方法 时与每一句话 都让众人心中一震 白家上上下下都是五帝的粉丝 而封校长 陆清一 作为考古学家 自然也对这些非常在意 他们不由地平住呼吸 静静听着石铁说道 总之 由于我太优秀了 重旋一时间没忍住 直接把我找了过去 帮助了我家石铁完成了进化 可惜 里面存放的进化材料不多 我的石铁兽 只在仲玄的帮助下 进化到了高等霸主种族 连完全进化后的一半潜力都没到 众人 当我们打出问号 不是我们有问题 而是认为你有问题 他妈的人话 高等霸主种族 委屈你们了 白会长 白皙直接就眼红了 人家有一只霸主种族的宠兽 都被誉为传奇之姿了 你现在一堆了 像话吗 还搁着可惜呢 封校长道 你在里面待了两个月 就是为了进化 那 那仲 仲玄呢 石铁道 不是 进化一会就好了 关键是仲玄前辈受了重伤 离陨落不远了 这次纯粹 是因为我们意外苏醒 他又是遗迹之主 跟遗迹的稳定性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没判断错 他现在应该陨落了 这之后一计空间才慢慢稳定下来的 我们才得以出来 众人 仲玄死了 白传奇猛逼了 目光炸裂 卧槽 怎么能死呢 封校长 陆轻一他们微微张着嘴巴 想说什么 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铁道 当然也有 可能没死 他说自己还有重生的希望 不过需要几百年时间 几人面色又再次变化 跟死了有区别吗 接下来 石铁更加细致地 和对方说了 五帝 仲玄 陨岸的事情 听到五帝王朝 就是靠着干半神陨岸拥有的 霸主种族 石铁兽军团 众人一时间有些茫然 这次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找到了 石铁兽的霸主种族进化方案 实语认真道 其中 最主要的进化材料 就是陨岸碎片 虽然靠其他稀有的八级金属 也能达成进化的效果 但我查了 那些金属不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已经消失在历史舞台 就是诞生条件困难无比 数量极少 相比较下 陨岸碎片或许是唯一的稳定进化渠道 陨岸碎片 封校长眉头一皱 陷入了思考中 也就是说 五帝几乎相当于是跟陨岸同归于尽的 但是陨岸不一定彻底死了 白会长凝重 就是因为和陨岸进行过战斗 所以五帝才能拿他身体碎片 稳定地培育出师铁兽的二段进化型 嗯 其实 仲玄也给了我一块陨岸碎片 但问题是 他说用了这个东西 一定会被陨岸盯上 那个 石语道 所以你们理解了吧 白传奇 封校长 陆清一 白熙的表情逐渐丰富起来 你这是稳定了个寂寞啊 普通图腾 顶级图腾 半神 半神那是屹立于图腾顶点的存在 去找他麻烦 就算稳定的霸主种族进化渠道至关重要 但获取的代价 也太大一点了吧 其实最关键的是 云岸现在不一定是全胜状态 毕竟想复活 估计需要庞大能源 如果他还存在 一定是在某个地方恢复着力量 说不定 现在连普通图腾的实力都没有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而且纠正一下 或许不是 稳定的霸主种族进化方案 而是准神化种族进化方案 因为据说用到的云岸碎片越多 进化潜力越大 众人 总之 打不打云岸主意先放一边 如果我用了云岸碎片 他如果打过来 我应该没事吧 石语敲咪咪咪问 能用吗 随着石语说完 众人又沉默了 白传奇头痛道 你可带回来了了不得的消息啊 考古学家果然都事事逼 他们武林士用了几十年 一记屁事没有 石语一来一堆事 如果云岸因为这种事跑来东黄 反而事情就没那么纠结了 那他恐怕离伦维可在生资源不远了 风孝掌道 白传奇道 也就是说 主动抉择是否要因为稳定的霸主种族渠道 而惹上一尊疑似半神的生物很困难 需要考虑利益得失 反而 如果他自己主动攻过来 那就不用纠结了 白传奇道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算是主动开战和被迫反击的区别了 像一尊图腾驱图腾主动开战这种事 起码需要经过国内大部分传奇 高层点头才行 我们东黄 主战派 其实还是很少的 而且 今天我们可以为了资源灭掉云岸 那么明天也有可能对其他图腾出手 如果导致图腾之间也组成联盟 就不好了 我们用于威慑图腾的禁忌机械 毕竟数量有限 如果大规模开战 反而对我们不利 这样看来 钓鱼执法 反而是最优选择 白希 陆清一 前提是 云岸真的憨憨地跑过来 但怎么想也不可能 此时 听着众人的讨论 时雨一阵心安 白传奇道 要我说 可以先去调查一下云岸的情报再说 毕竟现在我们才是主动的一方 万一还没恢复过来 直接轰炸了也省心 反正迟早会发生下一次图腾之战 能提前解决一个 积蓄下几方力量好处 绝对大于坏处 白希眼巴巴道 我忽然有点心疼五帝了 话说 解决云岸 得要多少竞技武器啊 五帝全力以赴才能拼掉的对手 被现代机械系血客 毕竟 东皇威慑图腾的竞技机械武器 和机械军团 只有一个攻击技能 自爆 无法治愈之伤 一开始就没想着受伤 只有这种极端的战法 才能让图腾们闻风丧胆 白传其道 五帝虽强 但时代已经变了 至于具体要用多少 说不好 那位研究出来的神经级竞技武器 虽然可以灭杀半神 但问题是 数量有限 创造使用成本过高 不可能轻易启动 当年就是因为神经级机械 灭杀了三尊异族半神 世界范围的图腾之战才 迅速结束的 但这种东西 用一枚 没一枚 使用起来需要格外谨慎 用光了 我们可就没威胁图腾生物的武器了 机械所及 神之禁区 但前提 是我们的火力足够强 神经型禁忌机械 不仅可以封锁空间 锁定敌人 还适用于海洋 太空等各种极端环境 且对灵魂 精神 都有强烈的毁灭效果 不是普通禁忌 武器能比 这个 算是目前东皇的最终底牌了 神经级机械生命 肯定不能轻易动用 如果云岸还没恢复到完全T实力 靠普通的禁忌武器能解决的话 哪怕需要十枚普通禁忌武器 这样的资源互换 也是值得的 毕竟普通禁忌武器 造价成本没那么高 唯一的难点 就是需要传奇御寿师才能启动 不过这种级别的大事 一切肯定还是得靠那位决策 啊 白皙微微一正 石宇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大人物 讨论那位机械传说 他道 这次这件事 会惊动那位吗 封校长看了一眼石宇 摇了摇头道 先下便决策着吧 那位已经不已 人类形式存在了 国内集合资源 制造大量禁忌机械后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老人家已经把自己改造 成为了机械之星 化为意识体 监管所有特殊型 神经型禁忌机械 一般情况下 他老人家都是在沉睡 不能轻易被唤醒 石宇微微一正 然后点了点头 那就交给你们了 把五弟遗迹的事情交代清楚后 石宇知道 接下来就不是自己 能掺和的了 接下来协会怎么决策 那是协会的事情了 他现在只需要慢慢发育就行了 说不定 决策结果还没出来 他就已经神话了呢 对了 此时 木轻一看向了石宇 嗯 石宇转头 最近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与你有关 冰龙雪山上的冰龙 木灰英大将军的战兽 在不久前突破到了图腾级 成为了一尊冰龙图腾 他已经做出决定 配合人类 彻底灭杀冰河图腾了 石宇 什么 石宇瞪大眼睛 看着陆学姐 冰龙妈妈近身图腾了 陆青一点了点头 道 是啊 上次只谈了一次后 他就直接去睡觉修炼了 一觉醒来 就突破到图腾了 对了 他说想见你 准确来说 想见你的剑灵 风校长等人 面色古怪 好家伙 把人家主人英灵契约了 是该见见 不过 石宇是不是精力太丰富了点 短短一年 冰龙 中旋 不死冥凤 跟一堆图腾都扯上了关系 此时 石宇则沉默了 这 本来他还在为不能 PY上众玄前辈而惋惜 但是 冰龙竟然近身图腾了 这么给力 那 那这波不直接 靠着小赤童的背景 PY到冰龙姐姐 成为他的代言人 进入第一局 那就愧对于他 PY之神这个名字啊 云安的事情先放一遍 你们慢慢往上面传 我这个小大师就不掺和了 我什么时候能回槟城 石宇刀 众人 封校长目道 把这边事情处理完再说 我渴求你了 别乱折腾了 虽然这次 不亏 白传奇在旁边流泪 考古大发现 你是不亏 但武林士这次经济损失 直接朝着十一网上去了 还好五弟一记没事 等一下 封校长忽然发现了盲点 你大师了 石宇刀 嗯 多亏了夜会长送的空经石 憋了两个月 我还成功突破到了大师级 就是宠兽还没突破到君王级 众人 卧槽 你这两个月 倒是特喵的充实 等等等等 最关键的是 你的十一变得有多强了 快点告诉我 白熙忍不住道 今天得到的消息 太劲爆了 五弟竟然有石铁兽 那他也要契约一只 霸主种族 钱是问题吗 不是 很强 总之培育石铁兽血赚不亏 学姐 古都大学那边 还有三只资质非常不错的小石铁兽 你看看 和陆学姐一人挑一只培育吧 信我 绝对不亏 白熙和陆轻一对视了一眼 反正白熙是非常心动了 但是口说无凭啊 白传奇 封校长等人都是面面相去 话说讨论了这么久 是不是应该先确认下 霸主种族石铁兽的实力 潜力 这个才是决定 东皇高层决策的最关键的一点 这个 石鱼点了点头 道 可以啊 是直接展示 还是来个陪打 我觉得 他目前应该还是蛮强的 虽然才统领级 但是战胜一般军王级 应该没问题了 白传奇 封校长等人面色古怪 好家伙 看着嚣张的发言 这时 旁边一直插不上话的白会长见一道 哈哈 那我感觉 你完全可以顺便做个大师级考核啊 我正好有个朋友来武林式出差 他是封印天赋 应该可以很好地测试出 你的石铁兽的各种技能极限 这样 你们得到的数据 也更准确一些 哎 等一下 你们肯定也认识他 古都的曲解大师吗 封校长 石铁 白熙 梅 梅开三度 第252章 梅开三度 曲解大师 听到这个名字 石铁莫名 有种亲切的感觉 这就是他相遇故人吗 不仅是石铁 陪同石铁参加过高级考核的封校长 绍尔娘学姐也很感慨 哦吼 这不是省事了 之前曲解大师不是说 大师执照 先给石铁预备着吗 这次打完后 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执照 不错啊 可以吗 那就麻烦曲解大师了 石铁不好意思看向了白会长 白会长哈哈一笑 道 没事 我们是老朋友了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武林市 刚刚和武林协会考核办的大师们吃完饭 曲解大师心情比较不错的回到了酒店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响起 老白 事情办完了吗 怎么突然就走了 接了电话后 曲解大师问道 因为封锁了消息 他显然不知道 白熙的大伯 是因为石铁的事情 忽然离开了聚餐 哈哈 快了快了 老曲啊 你那边吃完了吗 吃完了 我这边可能需要你的封印天赋 帮个小忙 有空吗 大概就是给一个预售师 进行一场大师考核 顺便测试几个技能的极限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自己突破到了大师级 宠兽还是统领级 但宠兽却能发挥出君王级的战领 你看你有时间吗 哦 曲解大师露出意外的表情 白家的天才嘛 这种情况的确比较特殊 一般情况下 这其实依然算是准大师 没有君王级宠兽 始终是准大师 但白会掌口中却说 对方拥有了君王级战力 那么显然不是普通准大师那么简单了 曲解大师思考了一下 或许只有白家的合体天赋 才能让统领级宠兽 发挥出君王级的实力了 毕竟 御寿师和宠兽合体后 实力会发生质变 没问题 曲解大师直接答应 这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吗 简单 凭他和老白的交情 这点小忙还是能帮的 能让白会长直接来找他 这个人白会长肯定格外重视 片刻后 五帝遗迹附近一处对战场 曲解大师没用多少时间就赶来了 并且 在指定地点 发现了正在等他的白会长等人 曲解大师一眼望去 除了白会长外 还有一堆人 人多也没什么 但是 仔细判断这些人身份后 曲解大师有点猛 卧曹 白家白传奇 古都大学封校长 陆清一 白熙 还有 还有 卧曹 石宇 几乎是瞬间 曲解大师心中咯噔一下 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要考核的大师呢 白传奇和封校长 肯定不是 陆清一和白熙早就是大师了 也有君王级宠兽 肯定也不是 那 除了他们外 曲解大师一眼 就锁定了石宇 先是一阵茫然 后是心中凌乱 别告诉他 是石宇这小子 骂的 这里不是武林室吗 我都出差了呀 为什么这群人还在这里 他下意识转头 但这时 白会长已经发现了他 老曲 大麻雀 我们这里呢 曲解大师 我 见状 曲解大师心中一叹 看来是躲不开了 一阵郁闷后 他只能带着笑容 去和熟人们打招呼 哈哈 这不是封校长和陆博士 还有白熙 石宇吗 你们怎么都在 白老爷子 好久不见啊 曲解大师 石宇等年轻人道 好久不见了 白传奇 封校长 笑呵呵的 曲解大师嘴角抽搐的 看着白会长 道 那个 那个 你说的要考核的对象呢 是我 曲解大师 石宇道 我就 TM知道 是你 曲解大师心中 骂骂咧咧 你TM不是半年多以前 才通过的职业考核吗 三个月前才通过的 高级考核吗 怎么 TM又 到底又哪里不对劲了 你突破到大师了 心中骂骂咧咧过后 曲解还是牙疼地问了一句 不管怎么想 都不太科学 石宇 嗯 用了一块空精石 外加有其他方法加速 就挺突然的 曲解大师 大师级以下 冥想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在最容易修炼 只要肯熬时间 就能突破的阶段 石宇用掉价值上益 且协会掌控的战略性资源 去修行 曲解大师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怀疑 这群人联合起来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惊吓 旁边的陆清一也好 白皙也好 绝对都没石宇这么奢侈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让我给石宇考核下吗 曲解大师苦着脸 你们别吓我 给他瞄一个年轻人考核 至于来两个前传奇预售师 封校长 白传奇都是因为上了年纪 各种原因退休的传奇预售师 陆清一这丫头 是个准传奇 白会长也是日理万机的大人物 这群人都来看石宇的考核 因为前两次经验 要说这次没啥阴谋 他是绝对不幸的 其实 石宇的大师执照 我早就准备好了 曲解大师道 白会长道 你这什么操作 嗨 不过这次执照不执照的不是重点 主要是找你来实验几个技能 曲解大师不祥的预感更强烈了 怎么这么突然 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得问个明白 石宇道 也没什么 就是我的石铁兽 进化到了高等霸主种族 星爵醒了三个超阶种族技能 大家需要收集下新的宠兽数据 卧槽 曲解大师差点蹦了起来 哈 他瞪大了眼睛 你 你 你小子特喵不是前些日子才进化出的中等霸主种族空想之谍吗 现在又来指高等霸主是特喵的什么操作 这种市区大师你是专业的 应该没问题吧 最后数据是要交给上面看的 白传奇笑道 曲解大师忽然就哭了 总感觉自己被白会长拽进了贼窝 能被白传奇称之为上边 总部那边 什么情况 问 问题不大 他道 等一下 白会长 你刚才说 石宇的宠兽才是统领级 还没突破到君王 白会长 白袭的大伯不明白 为什么称呼忽然有声疏了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道 是啊 那要考核的是几只宠兽 曲解大师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还真怕石宇再来个附体战术 就石铁兽一只 石宇道 闻言 曲解大师忽然就冷静了 这样啊 那还行 常识 统领级单体能量值瓶颈为20万 这个规律 一直还没人打破过 哪怕是霸主种族的生物 受限制于成长度 能量值也不可能过高 甚至一般霸主种族 统领级超过10万能量值 就算是不错的了 石宇的九离战兽成长度很高 就算稳稳超过了10万 但也绝对不可能超过20万 而这一回 是大师级考核 也就是说 他的宠兽 随随便便使用上百万能量值 都没关系的 这种情况下 又是一条一 又是能量压制 还怎么可能翻车 那好吧 想清楚后 曲解大师忽然轻松了 老牛 你报仇的机会来了 这回你能当的老师 狠狠指导指导对方了 又是石鱼 又是石铁兽 大师考核 牛头兽王虽然是曲解大师 最弱的宠兽 但却是曲解大师的初始宠兽 双方关系最好 因为之前两次翻车事故 这一次 曲解大师率先想到老牛 这仇 必须报回来 不然影响他和老牛的关系 牛头兽王 好 不干 对方才二十万能量值不到 你可以用全部力量 也就是百万以上 御兽空间内 牛牛一愣 这次御兽师终于不坑了 外界 曲解大师恢复了笑容 试不过三这个成语 他认为还是对的 不一会儿 几人就进入了队战场内 其他人停下脚步 曲解大师和石鱼 走上场地才停下 这时 曲解大师召唤其宠兽 场地上 升红烈焰形成 巨大的牛头兽王虚影 慢慢浮现 他手持战斧 目光锐利认真 好 这一次 石鱼看着高大的牛头兽王 微微一正 因为没有封印能量的牛头兽王 能量值高达一百三十一万 之前任何一场 他都连零头的力量都没用 好 拿着全部的力量 牛头兽王很嗨 表情颇为不善 这次一百三十一万能量值 你能瞄我 然而 对面石鱼的表情 却有点奇怪 怎么又是牛头兽王 曲解大师作为顶级大师 理论上是能对抗霸主级的存在 相比他的头衔 这只牛头兽王的实力 显然有点不够看 同时 石鱼也有点担心 他能不能挡住石鱼的爆发 召唤宠兽吧 好 文言 石鱼点了点头 身前蓝色空间连衣浮现 一只一米不到的小石铁兽 缓缓走出 看着体积越来越小 每次见面都缩水一圈的石鱼 对面 曲解大师嘴角抽出了一下 音音音 石鱼跟对手打了个招呼 好 牛头兽王瞪了回去 与此同时 随着石鱼出现 观战的封校长等人 表情微微变化 透过能量值检测器 石鱼出场后 上面的数字快速地变化着 个 十 百 十九万九千七百六十四 随着石鱼的能量值确定 白传奇惊呼了一声 卧槽 这是一只统领级宠兽 应该还有能量值 旁边 陆青一 白皙等人都是微微一愣 要知道 三个月前 石鱼的能量值才十一万 一个进化 变化这么大 这是什么离谱数值 擦 场地上 曲解大师耳朵一动 脸色一黑 没超过二十万是没超过 但真的这么高 像话吗 这能量值 都特喵是其他同城长等级的 霸主种族宠兽一辈了吧 他直接就明白 为什么石鱼说石铁兽 有君王级战力了 因为石铁兽的超阶种族技能 内敛锋芒 对能量利用率极高 可以以重伤为代价 超越身体承受极限的 爆发自身全部力量 以及储存在体力支援的额外力量 短暂发挥出数倍战力 不过 还好 和牛头兽王的差距依然很大 那个 用不用牛头兽王 封印一部分力量 曲解大师问道 毕竟 这次考核 对石鱼 他们的需求为主吗 把牛头兽王的能量 封印到一百万 他觉得没什么 牛头兽王 滚啊 不用了不用了 这时 石鱼挠了挠脸颊 道 话说 咱们技能是一个一个测试 还是 在战斗考核中体现 最后再做数据总结 其实我感觉 他的三个新技能 都挺不适合单独展示的 要在战斗中靠组合技 才能发挥出全部战术价值 单独拿出来看 或许没什么 但组合起来 可占君王 曲解大师道 你随意 我们 我们都行 白传奇 封校长等人 也是点头 不着急不着急 时间很长 今天有的是时间 这场战斗 在众人看来 胜负不是重点 也没人想失与能赢 重点是测试 三明文九离战术的潜力 战力 综合战斗 单一测试 都是要进行的 不过 虽然石铁兽的能量值 的确高 但拿超出自己一大级别 能量值是自己六倍的对象 做挑战对手 真的合适吗 如果对手不适合 技能展现时 也会捏手捏脚的 行 那就开始吧 石鱼点了点头 已经做好了 指挥十一大战一场的准备 来 让我看看 你们现在变得有多强 好 牛头兽王提起斧子 此时 最想搭干一场的 莫过于塌了 玉兽师 干得漂亮 这次赢了后 牛爷爷 我啥都听你的 你们说 结果会怎样 观众席 封校长等人坐着思考着 石鱼这家伙 神秘得很 一路都没透露 石铁兽的新技能 到底是多强大的技能 能让石鱼这么信赖 甚至认为 可以越级挑战 君王级宠兽 反正我是不怎么信 白传奇黑黑了一下 的 我觉得 或许这小子 多半是没经历过毒打 膨胀了 高等霸主种族 我也不是没见过 想在统领级 靠着超阶技能 越级挑战老牌君王 难度很大 他自己就有 高等霸主种族的宠兽 自认为 哪怕是在统领级 和该宠兽合体 也很难越级战斗 这可是差了百万量级 不是几十万 石铁兽 连牛头兽王的能量 零头都没到 我倒是认为 应该可以 白熙舔了舔嘴唇 白传奇 有你这么砸自家 爷爷厂子的吗 为什么 强不好吗 石铁兽的练兵场 可是在咱家 白熙此刻 仿佛熊猫学姐附体 众人讨论间 场地上 屈解大师 见石铁他们迟迟未动 先发制人 也并不准确 双方应该是 共同出手的 只不过 屈解大师一方 是牛头兽王 爆发出来的威慑 而石铁一方 则是石铁出手的 大家的目光一愣 看向了石铁手中 只见石铁摊开手 上面摆放着 十粒黑色的棋子 一样的金属球 石铁直接把 十粒金属痘 扔到了场地上 下一刻 黑色的金属痘 仿佛种子一样 快速吸收外界养分 白光营绕成长 进化为了一只又一只 和石铁一模一样的 小石铁兽 他们大概每一只 都有着四万出头的能量值 阴阴阴 这群痘痘熊们 围绕石铁 群鹰晦翠 一方 是虐采神迹威慑 专轻杂鱼 一方 偏偏制造出来了一堆杂鱼 这一瞬间 很显然 众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好 不过转瞬 随着牛头兽王大吼 爆发的火焰 威慑铺天盖地地席卷起来 很快 众人面色微变 牛头兽王表情凶暴 怒吼起来 周身的热浪开始摇晃 实质化的红色威慑 直接让场地变得通红 完美级的威慑 犹如化为火焰龙卷 瞬息向着对手吞噬而去 然而 面对这样一道强大的技能 对面英雄联盟展现的力量 却直接让众人惊愕 阴阴阴 群鹰慧翠间 场地上 十一只小石铁兽 全身立刻金光萦绕 紧接着 他们身上的金光产生共鸣 化为了一个庞大的金色领域 笼罩了他们 哄 金之领域 宛若一座巨大的虚幻城池 牢不可破 蹦射着惊人的光辉 金色气焰耀眼无比 熊猫王十一站立于中心 寂静呼道级别的固若金汤 引动着十只小石铁兽 精通级的固若金汤 直接使出了军团共铭记 刹那 威慑与固若金汤相互碰撞 惊人的一幕出现 在金之城池的守护下 别说是被十只豆豆熊士兵 守护在中心的熊猫王十一了 就算是十只弱小的豆豆熊 面对君王级宠兽的完美威慑 竟然都毫发未伤 因为强烈的威慑 再碰到固若金汤 直接轰得一声泯面 怎么可能 好 见到这一幕 曲解大师和牛头兽王瞪大眼睛 卧槽 这TM什么呀 这次十一进化 一共觉醒了三个超阶种族技能 其中一个便是金 木双系的宁豆成兵 这个技能比较特殊 属于释放后 只要距离不超过宠兽本体太多 豆子可以保存一段时间的特殊技能 使与心中振奋 这才是宁豆成兵的正确打开方式 提前制造好豆豆熊士兵 关键时刻放出来 只要提前恢复好本尊体力 相当于白嫖十个手下 眼下 虽然场地上十一个小时铁兽 相比牛头兽王的力量都差很多 但靠着固若金汤这个军团共铭技 他们的力量不仅能凝聚到一起 还能发挥出大鱼加法的力量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 这招只能防御了 而且消耗不小 好 牛头兽王猛然瞪大眼睛 看向了自家御兽师 这TM不是作弊吗 提前找好豆豆熊也就罢了 怎么特喵的还有共鸣技 而且 配合的还这么熟练 我 曲解大师见到开局不利 心中一戈灯 怎么特喵到了时宇这里 都是这么变态的超阶技能 这宁斗成兵 和内敛锋芒一样 显然也是超级作弊的技能 哦 下一秒 熊猫王十一单手挥下 他前进一步 实质簇拥他的豆豆熊 也跟着前进一步 笼罩他们的巨大金汁城池 也跟着推进一步 直接推向牛头兽王 好 健壮 牛头兽王瞪大眼睛 大怒地一腹劈下 然而 哄 他一腹劈到金汁城池上 竟只劈开了一道裂缝 没能破防 反而是强大的反振之力 将他逼退数步 固若金汤 别说是精神 物理 元素攻击了 就算是灵魂攻击 一样能防 卧槽 见到这一幕 坐着观看的封校长等人 眉飞色舞 这 他们微微张口 竟然是宁斗成兵 宁斗成兵 和内敛锋芒一样 是精细最顶级的几个技能之一 我知道这招 非常稀有的军团技 没想到 大家 显然对这个技能不陌生 不过 同样的技能 不同的宠兽使出来 战术价值也不同 实战效果才是最关键的 比如眼前 石铁兽拥有军团共鸣技 固若金汤 他使用起宁斗成兵 效果就非常好 这技能 简直是给拥有种族技能 固若金汤的石铁兽 贴身打造的 你们 好小子 与此同时 场地上 曲解大师表情 接二连三变化 显然非常吃惊 这一组合技 不过 以为光靠防御类型的 军团共鸣技 就能对抗军王吗 哪有那么简单 老牛 上 小小 被石铁兽他们秀了一把 曲解大师也不讲武德了 直接让牛头兽王 全力使用起精通级的 超阶技能 浴火战魂 哼 牛头兽王稳住身形后 身后直接出现了一尊 庞大的牛魔火焰虚烟 这是超阶火戏技 可以召唤出火焰战魂 协同作战 战魂存在期间 可以提升使用者的力量 防御 速度 火焰威力 战斗意志 伤势恢复速度 虽然不如内敛锋芒那般极端暴力 但却是全方位增幅战力的技能 好 战魂加深 牛头兽王塔裂地面 猛然跳起 再次凌空一腹劈下 想彻底劈碎固若金汤 他看着被金之城池守护的 十一只小石铁兽 气不打一处来 然而 在他凝聚火焰战魂时 石与方也不是一点动作没有 十一站立于原地 直接硬化物质外放 通过大地 将自己的硬化物质 覆盖在了每一只痘痘熊身上 准确来说 这不是普通的硬化物质 而是被十一 赋予了引雷真属性的硬化物质 同时 十一自己身上的硬化物质上 此时也是电光营绕 咔 本来 见到十一用硬化 强化痘痘熊 众人还有点不理解 但是下一刻 随着天空一阵轰鸣 白皙等人顿时抬头看向天空 微微张开嘴巴 轰隆 此时此刻 覆盖在十一只石铁兽身上的硬化物质上 电弧已经闪烁得非常强烈 轰隆 又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声 场地上空 几乎是瞬间出现了乌云 雷云凝聚速度快得可怕 仿佛整个武林式的雷电自然之力 都被吸引了过来 天空漆黑一片 雷霆响声震耳 没有雨风 周围平静无比 天空中的雷云里 只有雷霆疯狂翻滚 威势恐怖 天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闪电的光芒 照亮了每一只石铁兽的身躯 尤其是豆豆熊簇拥的熊猫王十一 此时宛若雷神 惊雷之下 凌空劈来的牛头兽王一正 他斧头落到金之城池上 整个固若金汤 哪怕是军团计 面对绝对的力量 也是瞬间被瓦解 但是与此同时 轰 一道天雷直接划过天空 紧接着 雷云化为了雷池 响雷不停 天空由暗转明 便为一道白色汪洋 照亮四方 宛如末日前的黎明 神之制裁 随着石雨化落 小石一举起的单臂麾下 轰的一声 天空中的白色雷海 全部力量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雷之电柱 轰然倾斜而下 刚刚劈破金之城池 牛头兽王猛然被天空的变化吸引 雷电的速度十分之快 牛头兽王刚刚抬头 下一刻 笼罩整个场地的雷柱直接落下 吞噬了包括牛头兽王 十一 十只痘痘熊在内的所有宠兽 这一刻 曲解大师 白传奇 风校长 陆学姐 白学姐等人 无一不色变 这又是什么 能如此大规模地调动自然之力 引雷针 可以将自己或外物 改造成吸引自然雷电的体制 天雷 会无差别地毁灭周围一切事物 万雷轰鸣中 十余也不管众人能不能听见 天雷降下瞬间 十只作为引雷献祭品的痘痘熊 最先挂掉 哪怕他们有蓄能闪电 此时 也被如此庞大威力的天雷 瞬间粉碎了身躯 同时 牛头兽王也在经历着恐怖的天雷洗礼 吼 牛头兽王的防御力还是强的 哪怕面对的是自然天雷 依然扛了过来 雷电中 感受着痛苦 他怒目而是十一 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一只统领级宠兽接连伤到 然而 随着他在雷电中看向十一 下一刻 忽然有一种危机感 豆豆熊承受不住 由十一个引雷针影下的自然天雷 但是拥有体力支援 雷免和满极蓄能 闪电的十一 可不会承受不住 哦 雷柱之中 天雷萦绕 十一仿佛得到了释放 他目光中萦绕闪电 身躯逐渐从一米大小 开始变大 变得无比巨大 很快便顶着天雷 变成了十米高的庞大雷霆巨兽 并且 这个过程 他浑身净化之光萦绕 锋芒模式全力爆发 直接化为九离战兽形态 天雷之力 也迅速被他全部吸收入体内 十一和十一 将这吸收庞大天雷力量的巨化爆发形态 称之为雷神铠甲模式 黑羽营的铠甲覆盖下 巨型十一只露出了两只仿佛蕴含雷霆的双眼 这一刻 场地上已然没有了雷电 全部雷电都被十一吸入了体内 这样的结果就是 此时十一身上流露的暴虐电流 让对面的君王及牛头兽王 都是无比的心惊 他看着高出自己无数 自己在其面前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九离战兽 再次瞪大了眼睛 他想动 但是 十一身上爆发出来的 蕴含雷霆之力的出神入化威慑 直接犹如惊雷般 炸裂于牛头兽王内心 让他一阵恍惚 不会吧 难道 怎么可能 见到十一如此勇猛地吸收全部天雷 所有人大吃一惊 看向了缓缓攥起拳头 蓄力的十一 下一刻 一个缠绕着白色雷电 球罩一样的光球 弥漫覆盖在了十一巨大的硬化拳头上 并且 在寂静呼道的巨化加持下 虽然十一没有变得太大 但是 他这次凝聚出来的招式 却无比迅速地增强着 变得庞大无比 正空 哄 凝聚完成 十一直接一拳砸出 并没有砸中牛头兽王 而是直接打在了空气上 但是这一刻 众人却毫无意外地听到了一声 几乎算是毁天灭的巨大响声 感受到了可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庞大的震声中 咔嚓一声 空间直接碎裂 整个场地所处的空间 直接像破碎的镜子一样 不断出现白色闪电 和黑色闪电一样裂痕 哦 这一刻 牛头兽王感知到了致命的威胁 巨大的瞳孔直接一缩 当下 他面对的是 借助内敛锋芒和蓄能闪电 超越极限 吸收了十一道天雷力量的十一的全力爆发 在雷电铠甲的刺激下 十一的力量达到了极致 震撼的力量砸出的一道震空 又经由百倍巨化之力加成 这一刻 十一算是 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打了出去 这种无与伦比的爆发 也只有一堆满级技能的十余宠兽能够做到 也只有不怕反噬的十一能够做到 眼下 在牛头兽王眼里 十一呢还像一只统领级宠兽 好 傻逼兽是 好 这尼玛是二十万 好 你妈逼 牛爷爷我操你妈 牛头兽王在大吼大叫 但是面对不仅被巨化加持 又缠绕了威慑的恐怖一击 他只能硬抗 况且 这一招的打击范围 是整个场地 我操 此时 被牛头兽王骂了一顿 曲解大师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因为他也感知到了 这一招的恐怖 以他多年的自封经验 很想问 确定这是二十万能量值的宠兽 而不是二百万 此时的曲解大师 不由得有些茫然 感觉失去了梦想 他此时也想大喊 这尼玛是统领级 你们 TM是什么怪物 曲解大师最后瞪大眼睛 随后视线被白光笼罩 转眼间 真实的世界 宛若净花水月般破碎 蕴含恐怖力量的一击 直接粉碎一切 席卷无与伦比的震荡之力 吞噬向牛头兽王 白色的闪电 与黑色的空间裂缝交织下 整个场地的一切 几乎是瞬间粉碎 庞大的震荡之力 更是冲上云霄 顷刻将天空撕开一道 长达百米的天芡 附近 不少人停下脚步 看着天空出现的异变 茫然地看去 紧接着 吓得捂住耳朵 哄 与此同时 哪怕有着火焰战魂的守护 但面对十一 这也把自己自残九成的一击 牛头兽王身上的战魂 几乎是瞬间消散 他的瞳孔 也是瞬间泛白 强烈地震荡之力 直接冲击入他体内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重创 噢 傻比喻兽师 直到昏迷的最后一刻 他只感觉这个世间都是谎言 这一次 又是坑 甚至都不用封印了 都打不过了 曲解大师 这回 曲解大师心态炸了 终于领悟了 自己如果再给食欲考核 他就是狗 这小子 根本不是人 还有 白会长 绝交 片刻后 牛头兽王彻底失去了意识 曲解大师也失去了思考能力 一切尘埃落定 只不过 场地肯定是没了 白传奇 封校长 陆清一 白熙 白会长等人 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同样是说不出话来 有些窒息 谁能想到 十余口中的不逊色君王级 是只靠着统领级成长等级 越级挑战 把一只高了自己百万能量值的强敌 拉下马来 阿爸 这一刻 白传奇和封校长呆了一下后 心中便是卧槽不断 确定这是高等霸主 不是高等神话种族 镇空 可以将震荡空间之力 赋予到金属物质上 也可以赋予到硬化上 金属物质等级越高 空间震荡之力越强 自身力量越大 空间震荡之力也越强 当然 此战仅供参考 一切以实物为准 十一是王族 所以会比其他石铁瘦强一点 妄理性培养 这时 十余最后的介绍传来 随着介绍 兽尔娘白熙 一下子眼红了 培养熊猫的欲望 到达了极致 就算是一开始 没有心动的陆清一 此时也是无比的沉默 目光中充满不可思议 下一刻 两位传奇再次开始分析 妈的 这还只是普通八级金属 带来的加持 十余口中 能让石铁兽完美进化的 云岸碎片 又该多厉害 这这这 这不培养成国宝 简直是天理难容 白传奇和封校长猛地起身 目光通红 这一刻 他们有预感 接下来 东皇要因为九离战兽 而震荡了 这要让御兽师们知道 石铁兽能进化成这玩意 估计要全民请愿 讨伐某个半神 为五弟报仇了 云岸 威仪 第253章 平城的诱惑 一击过后 牛头兽王英勇地倒下了 而熊猫王 也不出意外地倒下了 而且 受了比牛头兽王更重的伤 现场一片沉默 现在 众人很想知道 这只石铁兽统领级都这么强了 要是突破到君王级 那还得了 我X 你那是想测试吗 你是想干死我和老牛 反应过来后 曲解大师心中骂骂咧咧 多大臭 多大恨啊 这么快赶上 机械宠兽的自暴袭击了 测试下招式 至于这么拼命吗 就在曲解大师觉得 事情超出预计 眼前有些发晕 或许测试不用 继续了的时候 医学餐迅速跑到了场地 给奸奸一息的熊猫王吃了什么 熊猫王立刻生龙活虎地爬起 哦 十一高举手臂 发出王之咆哮 干得漂亮 医学餐 曲解大师 而牛头兽王 似乎也有这个待遇 片刻后 他也被医学餐快速喂了神秘国字 两只宠兽重新恢复了开局的状态 曲解大师 看十一摩拳擦掌的样子 好像是还要继续 曲解 牛头兽王 不 是不是应该换一只宠兽 曲解大师几乎是黑着脸 咬牙切齿道 造孽啊 接下来的测试 他要换只最强的 不能每次都让十一这小子 干翻塔 鹰 对面的十一和十语一愣 牛头兽王 猴 操你妈 傻逼欲兽师 换什么换 刚才那果子好吃了很 还我来 只要不被打死 他忍了 曲解大师 啊 接下来 曲解大师浑浑噩噩的陪着十语他们完成了剩下的测试 三明文九离战兽强在哪 强在抄接种族技能 除了核心的内敛锋芒 其他技能都是脱手技能 宁斗成兵 可以制造出来自己用 也可以给别人用 相当于可以让别人掌握 撒斗成兵 镇空 只要肯帮别人附魔 任何宠兽都有了空间武器 可以轻松打击空间系敌人 引雷针 就更不用说了 能把自己或敌人化为移动的天雷吸引器 可以说 培养一只 就相当于培养了一个兵火库 再加上十语展现的这些 技能和石铁兽的适配性 一下子 众人很难不认同九离战兽的实力和潜力 最主要的是 十一太强了 一堆技能都被石铁点到了满级 所以综合展现出来 那越级战斗的能力 看上便更加震撼 二爷爷 我要培养这个 白西几乎是越看越喜欢 他突破到大师级后 还没契约新重兽呢 现在 合适的 这不就找到了 强是强 他跪吧 旁边 白会长 头皮发麻 三颗八级稀有金属 这部保抵五十亿 就算石铁兽再强 他们白家可供不起白西这样造 一个八级金属 就已经伤筋动骨了 这样一想 在一季内白嫖这么多净化材料的石铁 简直赚大了 的确贵 白老爷子刚想答应 立刻止住 还是到时候 看看云岸的情报再说吧 石铁这种石铁兽 受限制于净化材料 应该很难培养出来了 倒是石铁兽 通过云岸碎片的最强净化 可以期待一下 诶 此时 封校长已经不知所言 现在的石铁 已经不能说是传奇之姿了 说不定 日后成长起来后 有机会去挑战那些 古往近来流传在东皇的各种封号 你要不要也契约指使铁兽 他老人家看向陆清一 陆清一沉默 有也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他刚刚契约顽亭香精灵 哪还有多余契约位 想契约 也是得等传奇之后了 还不知道突破到传奇需要多久 总之 众人已经下意识地 打起了云岸的主意 毫无疑问的 石铁顺利拿下大师执照 肯定是没问题了 哪怕他没有君王级宠兽 但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已经不逊色任何大师 你说是吧 曲解大师 许久后 测试完成 白传奇 封校长等人一同下来了 哈哈大笑 好好啊 石铁兽真强 不错不错 妈的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宠兽 作为亲身经历者 曲解大师瞪着眼 他也觉得石铁兽强的夸张 但是 作为挨打的 丝毫没有另外几人那么开心 毕竟这可是连五帝都要费尽心思 培养为王牌的最强战手啊 这次辛苦你了 曲大师 刚才的后续测试环节 随着众人交流 曲解大师也明白了 石铁他们这些后续能力 是怎么来的了 石铁这声扣 考古发现石铁兽 君王种族进化方法后 又特么声扣地发现了 石铁兽霸主种族进化方法 而且 还考古发现 石铁兽是五帝最强宠兽 曲解大师再次一次觉得起 考古系变态 应 石铁也跟着说了句 道 下次顶级考核还找您 曲解大师 他瞪着眼 道 还找我干嘛 古都协会可没顶级考核的职能 乖乖去总部 还有日后的传奇考核 封号考核 该去哪去呢 啊 忽然 曲解大师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是啊 古都协会的考核上线 直到大师级 接下来 就算石铁还要突破一万次 突破到神话级 他也必然不可能再和石铁扯上关系了 好耶 这样吗 没关系没关系 我就是觉得 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您帮忙 石铁觉得 曲解大师这个封印天赋真好用 或许接下来 可以让对方把石铁 虫虫 赤铜 餐宝宝 他们封印到超凡级 甚至觉醒级一段时间 这样一来 就能更好地锻炼石铁他们了 总之 他打算回了古都 好好拜访一下曲解大师 与此同时 曲解大师感觉到了一股不祥 总感觉被石铁这小子盯上准没好事 造孽啊 随后 众人说什么 也要邀请忙了半天的曲解大师 一起去吃顿晚饭 盛情难确 曲解大师只能答应 不过 曲解大师还要去酒店收拾下东西 石铁等人便先向着白家走去 这次测试 可以说是满足了多方预想 一路上 众人眉飞色舞 石铁兽太强了 石铁太强了 白传奇忽然想到 或许 五帝一记的针对性的开发 使用了一下了 咱们家是不是应该先培养一点石铁兽 进步进化令说 但初始形态 总要先培养一批资质优秀的吧 白会长非常赞同道 是啊 要不然 咱们也把武林师的御兽兵团 改造成石铁兽军团吧 这隔个几年 武林师不成为第十个一级城市 听着这对爷俩的讨论 白熙在旁边忍不住道 要做吗 我去谈 嗯 白熙 目前全国基本没有多少野生石铁兽了 数家石铁兽饲养基地 也已经被冰原市平成的林大师一家收购 现在平成饲养基地 是东皇最大的石铁兽饲养基地 我觉得 或许可以去谈谈合作 毕竟武帝一记 其实算是专门培养石铁兽而建造的 林管主一家吗 陆清一看向了石宇 封校长也看向了石宇 众人都清楚 这里面八成和石宇有关联 好啊 白传奇和白会长没发现 白熙反应这么迅速 必须谈 而且光白熙去哪行 他们也得去 全家都得去 石宇 他怎么感觉 接下来 一个冰原市首富 可能挡不住熊猫学姐一家了呢 这波提前投资 简直赚到姥姥家了好吧 什么叫强强联合呀 那接下来 我跟你一起回平成 怎么样 绍尔娘学姐跟着石宇道 爷爷 也不是不行 石宇有点想象不出 兽尔娘学姐和熊猫学姐一家联合后 会是什么样子 武帝第一战兽这一考古发现 如果宣布出去 估计武林市 不 全东皇的合体天赋预售师 都要嗨皮了 这波呀 又是石铁兽价格大涨 不 并不准确 目前石铁兽数量还是少 可能接下来 石铁兽要被协会管控了 毕竟霸主潜力 已经是关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了 一个稳定进化路线的霸主种族宠 往往能带动一个新传奇的诞生 背靠国家 专精石铁兽饲养的熊猫学姐一家的发展 可能还会更好 更长远 稳定许多 唉 不愧是我在一群大佬面前 石宇又忍不住装了起来 我也去 陆轻一也在旁边道 冰龙的事情还要处理 石铁兽的事情先放一遍 你还是快点去见见冰龙吧 冰龙点名见石宇呢 如果让对方等不耐烦了 就不好了 石铁兽的事情得慢慢来 急不得眼下冰龙图腾才是关键 是啊 那可能我也得跟着去一趟 封校长也头痛到 他老人家看向了石宇 目光悠悠 目前 这只冰龙和冬黄的关系 可还算不上牢骨 一个新生的图腾 目前又没什么敌对倾向 肯定是要结交 绑在国家的战车上的 这种事 一般需要特定的人选 才能与之建立友谊 光靠利益维持 反而有些不可靠 羁绊和利益 得全都有才行 目前 冬黄国内 可能也就石宇适合 去和冰龙PY了 作为第一局的成员 这个任务 早就被吓发到了 封校长身上 他需要引导石宇 获得冰龙的认可 让双方保持一个 良好的友谊关系 想到这里 封校长心塞 妈的 万一成功了 石宇这小子 不会也要坚持三个局了吧 不到二十岁啊 他还才 封校长的优越目光 直接被石宇看了到 石宇 懂了懂了 石宇也忽然一惊 是啊 差点把龙妈忘了 把云岸请回国内 坐牢的事情 还八字没一片呢 能不能找到 云岸还是一回事 现在关键点 是如何抱上 冰龙图腾的大腿 哎 听到石宇 又马上要去 结交冰龙图腾 白家三人 忍不住茫然 什么叫 石剑管理大师啊 一个大师 急欲寿施 接连不断去 跟不同图腾唠嗑 像话吗 两头 三头都要注意啊 封校长叹息 短短时间内 石宇搞出多大幺蛾子 不死名凤那边 得严加看管 石铁兽 云岸这边 又是得众多高层 一起决策的大事 冰龙图腾那边 也得格外重视 自己都是退休的年龄了 还得折腾这些事 是封校长没想到的 接下来 众人的目的地 就很明确了 除了要上报 武帝遗迹的事情 白家想去平城 和林家谈合作 封校长和陆清一 需要去配合石宇 完成冰龙图腾的 PY事项 平城这个小地方 一下子成为了 多方关注的重点 当天 不管事情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东皇第十局 情报局 便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 在图腾区的部分精英 卧底成员 开始调查云岸相关情报 缺解大师遇到石宇 的确没什么好事 不仅是他 他全家都没什么好事 位于东方十一大图腾区之一 湖神图腾区内 某个古代样貌的镇子中 拥有特殊封印天赋的 第十局精英成员区林 接收到了来自国内的调查任务 他穿着古代的布衣 抱着一只白狐 行走在这跟东皇古代一般无二 同样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这里和东皇古代城镇最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各个地方 都供奉着特殊的狐类生物了 城镇中心 更是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狐神图腾 接收着香火 云岸 这个人 正是继承了曲解大师 特殊封印天赋的女儿 每当有重要调查 任务下达 这些成员 都是最危险的时刻 另一边 东皇谷国内 蜀天过后 石余等一行人 也直接从武林市 来到了冰原 平城 第254章 冰龙妈妈 冰原市 平城 今天平城协会格外隆重 原因很简单 有大人物要来 在这个预售师等级最高 也不过大师级的弹丸之地 两位传奇到来 必然是极为轰动的事情 平城协会 冯会长 林管主 林修主等人 早就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唉 此时 林管主后悔万分 石余这小子 怎么就发现 石铁兽霸主 霸主种族进化方法了呢 发现 就发现吧 为什么当时进化时 我没在场呢 我恨啊 够了够了 林修主让父亲少说一点 明明当时你差点笑过事 现在又摆着脸给谁看 本来石余失踪三个月 熊猫学姐 还以为石余出了什么意外 但谁能想到 石余刚一有消息 就带回来了一个 更劲爆的信息 考古发现了 石铁兽稳定的霸主 种族进化方案 这个消息 直接把林家妇女 炸得晕晕乎乎 通过通讯装备 熊猫学姐已经从石余那里 了解到了五帝遗迹发生的事情 甚至此时 她已经安排好了五帝套餐 就等开卖熊猫了 为什么这么偏 还不是因为从石余那里了解到了 石铁兽二段进化 依然贵得要死 这次武林白家 要和咱们平成谈合作 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谈法 老冯比较担心到 毕竟平成的体量 和武林白家差太远了 一个是连顶级大师 都没有的小县城 一个是出过传奇 掌握五帝遗迹的大家族 不要慌 林关主比较淡定 道 石宇还有饲养基地股份呢 谁吃亏 他肯定也不想自己吃亏 这次合作 肯定是要以石宇为中心呀 会长 人来了 片刻后 武林天团来到了平成协会 白家白传奇 武林协会白会长 还有白熙这个丫头 都来到了这里 除此之外 还有古都大学老校长 以及陆清一 不过意外的 石宇没跟来 欢迎欢迎 见到这么大阵势 冯会长当即就有点忐忑 冯会长 林管主 熊猫学姐 立刻迎接起贵客 不过此时 熊猫学姐的目光 寻找石宇无果后 不由地看向了 自己的天才学妹 白熙 以及和自己同妻 却在古都大学 被称为天之娇女的陆清一 这两人 陆清一和白熙也意外地发现 这女孩的衣服 怎么跟以前石宇 穿的熊猫外套那么像 而与此同时 石宇已经跟众人 缤纷两路 她对这种合作 是一枚兴趣 她现在只想去找冰龙奶奶 我要先一个人 去和冰龙谈谈 这种事 人多了不好 凭借这个说法 石宇独自前往了冰龙雪山 至于石宇的安全问题 说实话 众人已经不是很担心 冰龙雪山 只有君王及凶兽 而且分布松散 凭借石宇现在的实力 对上任何一支 逃跑还是没问题的 一技环的虚化能力 和重重的空影 瞬间移动 可都不是摆设 最主要的是 这次石宇依然带了保镖 还没到吗 某宝石猫 慵懒地躺在飞毯上 对着旁边 在天空飞行的 红发赤童石宇道 快了快了 石宇叹了口气 他从武帝一记出来次日 这只猫就跑来武林市了 石宇失踪这三个月 要说最受苦的谁 肯定是这家伙 宝石果吃完 又找不到餐宝宝和石宇后 宝石猫当即就炸了 三个月不见 销售了许多 这次石宇好不容易冒泡 他说什么 也要赖在餐宝宝旁边 多收获几箱子保石果再走 白色的雪山 蓝色的天空 一阵寒冷过后 石宇他们落在了一处雪峰顶 一处冰雪遗迹之中 硬 石宇疲惫地趴在石宇身上 这么冷的地方 想提起干劲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依依 餐宝宝也躲在口袋里 默默搓手取暖 尽可能跟附体状态的石宇贴着 重重则是从石宇肩膀飞起 看着亲妈冰龙居住的冰龙遗迹 一阵感慨 上次被石宇扔过来认妈 她还是一条青年虫 而现在进化了 不知道冰龙还认不认识她 就是这里了吗 宝石猫也从飞毯上跳了下来 眼睛盯着冰龙一记 她听说 西方巨龙都非常喜欢收集财宝 而这只冰龙 又是从石第十七活下来的 打下过江山 战绩可比它横扫一处亡灵战场强多了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这只冰龙 有可能收藏着一堆稀有宝石 就是这里了 石宇吐了一口火丝 然后看向了石宇 重重 参宝宝道 我感觉 等之后我们就来冰龙雪山 历练就好了 这里严酷的环境 还挺适合你们的 哦 石宇虽然还是喜欢在正常的地方训练 但也不是无法接受 倒是重重和参宝宝 则是苦着脸 觉得还是一记空间里训练香 轰隆隆 此次 随着石宇他们到来 根本没有敲门 一记便自己震动起来 哦 一道可怕的龙吼 忽然从天地间传出 这道龙吼 直接让旁边的宝石猫 微微一正 好强 可恶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才能踏入图腾集呢 攒钱也太难了吧 你们可算来了 一记空间内 冰龙缓缓睁开眼睛 上次见面 陆轻一告诉他 木灰英的英灵现世后 他就一直在等石宇 带着剑林过来 但是这一等 也等得太久了 快进来 冰龙迫不及待到 空间变幻 抖转星移 眨眼间 石宇他们出现在了一个 完全冰封 时间仿佛静止的世界 极致的寒冷 是外边的树被 一进来后 石宇等人 直接就看到了 趴在封印上的冰霜巨龙 在盯着他们 名称 冰霜巨龙 特殊 属性 冰 冰龙 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 图腾级 能量值 此时 石宇看着冰龙 图鉴出现了跟看到 众旋一样的反应 由于对方的能量值 超过了图鉴的检测上限一亿 直接就检测不出来了 至于种族等级 正常冰龙是中等霸主 但是这只冰龙 明显是变异进化过 估计最低也有高等霸主 种族 嗯 此时 再次看到石宇他们后 冰龙的全部注意力 都被红发赤童的石宇吸引 由于满脊附体 会让石宇也临时获得血脉之力 所以在石宇身上 冰龙一下子感受到了 木灰鹰的气息 他不由地沉默了一下 你们 能不能先分开下 冰龙眉头一挑 好 文言 石宇果断跟赤童解除了附体 下一刻 凤灵姿态 宛如成红火焰构成的小凤凰 出现在了半空中 揪 出来后 看着盯着自己的冰龙 赤童紧张兮兮的 不过本能在冰龙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亲切的感觉 冰冰的 想贴贴 当下 随着赤童现行 冰龙目光更认真了 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的盯着 哈哈哈哈 然而 谁知道 片刻 冰龙就跟发疯了一样大笑 笑得格外猖狂 的确是他的血脉 雾草 石宇和宝石猫他们吓了一跳 怎么忽然笑得这么变态 看起来 根本不像是见到阔别已久的 玉兽师血脉感动 高兴的笑声 而是 小赤童也吓了一跳 下意识想 躲回石宇身体里 但发现自己 已经被冰龙锁定 冰龙直接伸出巨肘 将吓了一跳的小赤童 搂到了自己身边 猖狂道 以前你让我喊妈 现在我决定了 要认你做干女儿 叫你以前恒我 哈哈 你们有意见吗 说完 他看向了石宇 石宇 宝石猫 石衣 重重 餐宝宝 卧槽 什么跟什么鬼 跪 跪圈争 重重 那我是谁 赤童 QAQ 啊这 石宇直接就猛逼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剧本不对劲啊 不应该是冰龙泪流满面 任赤童为主 决定这一生再次跟随 赋汤蹈火吗 为什么 直接报复意味十足地拽了过去 要当赤童妈 救 救我 被冰龙搂着 赤童回头向石宇求救 石宇 石宇欲言又止 本想说些什么 但看冰龙恶意 似乎也没很大 最终只能沉默 但 但定 认妈也挺好 你认了 就省得我认了 有妈多好啊 风吹雨打都不怕 什么事都有人躺着 赤童 喵 此时 宝石猫有点反应不过来 石宇则是硬着头皮道 好久不见 不过 这 这是什么意思 冰龙毫不在意道 有什么关系 反正又不是本人 我高兴 怎么 不行嘛 你们吃亏了吗 吃亏了吗 来当我女儿吧 他对着赤童道 就 不要 小赤童一下子 化为了小剑灵形态 然后缩小到了极致 化为了米粒大小 从巨爪中逃了回来 则 见到小赤童逃走 冰龙一愣 露出没意思的表情 如果是以前 他这样做 肯定会被反过来抽一顿 被踩在脚下 那种感觉很让冰龙怀念 可惜现在什么都没了 罢了罢了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石宇等人 尤其是对石宇道 好好把他培养起来 如果惹他生气 我不会饶过你的 石宇接过小剑灵 重重点头 道 当然 他就跟我亲女儿一样 肯定会好好照顾的 赤童重重重认可 冰龙 滚 少占老娘便宜 石宇 一阵无言后 冰龙长叹口气 总之 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了 他很是满足 没想到在决定离开东皇之前 还能看到御寿师的血脉 等 等一下 此时 石宇忽然看向了冰龙 他可没忘记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陆学姐提供的蛛丝马迹来看 冰龙是有离开东皇的去向的 如果可能的话 协会自然是希望冰龙留在东皇 成为这里的守护神 您要离开东皇了吗 石宇问 冰龙低头看来 道 我没说吗 跨入图腾 解决冰河后 我要回家乡看看 两千多年过去 虽然肯定已经物是人非了 但毕竟是我真正出生成长的地方 他怀念地看向了西方 石地都挂了 那个猎龙者肯定也挂了 这次回去 肯定没事了 听着冰龙的自言自语 时语一正 果然 冰龙大妈也是因为西方的猎龙者 逃难过来的 两千多年前 西方也诞生了一位传说预售师 号称猎龙者 他自幼家乡被巨龙毁灭 变得非常仇视巨龙 为了报仇 他一路成长为了传说预售师后 发动了震惊西方的灭龙之战 将西方巨龙屠戮的逃得逃 死得死 虽然最终 猎龙者被巨龙一族的图腾 共同灭杀 但是巨龙一族也因此元气大伤 那个时候 逃难的巨龙也开始在各地开枝散叶 那个 是应该回家看看 不过 你还打算回来吗 石宇问 冰龙道 干嘛 万一赤童想您了 冰龙看向了赤童 也是哦 可能吗 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 连妈都不肯叫 你还说会想我 回来干嘛 这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你小子不就是想把我留在东皇当打手吗 想骗老娘 没门 石宇 总之别想了 之后我打算去传说中的龙宫城看看 听说那里包吃包住 欢迎世界各地的龙族加入 我来东方 本来就是打算去投靠龙宫城的 谁想到半路被木灰阴抓了住 不过现在也不晚 以我现在的实力 去混个女王 当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最主要的是 听说那里 对家儿的图腾很友好 还会分享 通往龙神领域的最终秘密 冰霜巨龙黑黑一笑 到 去投靠那里 不必投靠你们东皇乡多了 那里大家都是龙族 带着肯定比这里安逸 图腾集战力 不管是去哪 都是做上兵 哪怕是龙宫城这样的 拥有数尊图腾的巨无霸海洋势力 如果有新图腾加入 对于那里 也是影响巨大的事情 冰龙又没什么野心 打算去投靠一个巨无霸势力 安度晚年 以他的实力 被龙宫城供起来 跟龙宫城的几尊图腾 称兄道妹 问题的确不大 啊 时雨一愣 啊什么 时雨 问题是 龙宫城也是东皇的一部分啊 冰霜巨龙 龙宫城在千年前 经历过一次动荡 更换过一次龙神 现在的龙宫城龙神 是当年实地之后 又一位传说中的 玉兽士龙帝的好友 他们曾并肩作战过 除此之外 龙宫城的海龙王 也是东皇 一位传说玉兽士龄风的战兽 实力在百年前 就达图腾级了 还有 龙宫城的大部分图腾 多多少少都跟东皇有些关系 现在 东皇和龙宫城 是十分牢靠的盟友关系 不分彼此的 据实与所知 第一局的个别成员 就是因为和龙宫城有联系 才进入的 冰龙 卧槽 有这回事 冰龙一时间有点猛 时地时期 龙宫城和东皇人族 可还没什么联系 那个 我和海龙王关系很甜 还有他的灵片信武 不久后 就会去龙宫城拜访 要不然 我替你引荐一下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 时宇对冰龙加入 不加入龙宫城无所谓 甚至 加入了更好 PY网更大了 卧槽 如果跟着冰龙一起去 那岂不是七月水系重兽 更轻松了 人杖龙士 啊这 冰霜巨龙 再次猛了一下 你小子 不对劲 说 是不是有求于我 冰龙意识到了不对 时宇沉默 说起来您可能不信 除了您之外 赤童还有一个妈 不过那个妈 疑似不怀好意 可能会对赤童造成伤害 如果您能留在东皇 我也能放心一点 至少赤童不会被欺负了 你忍心 女儿被别人抢走吗 她现在太需要一个 可靠的保护神了 毕竟 那个不死冥凤 看起来好凶 好厉害 我们根本打不过 第255章 霸主意志 时宇用了不少时间 把不死冥凤的事情 给冰龙讲清楚了 听完后 冰龙大受震撼 自家御寿师 一辈子没弄清的血脉之谜 终于解开了 慕徽英大将军 从小受血脉之力折磨 不得不契约 冰系宠兽压制血脉 不过即使如此 每次动用自身的能力 慕徽英还是会备受折磨 为了帮助主人 克服血脉之力 探清血脉之谜 冰龙等宠兽 努力了很久 最终 慕徽英虽然成功将部分 黄豹的血脉之力 分离了出来 寄存到了英灵遗迹 但直到慕徽英去世 他们也没弄明白 慕徽英的血脉之力 究竟是哪来的 凤凰族 太阳神皇 不死冥凤 冰霜巨龙南南自语 卧槽 慕徽英大将军的亲妈 被封印在了 那个叫亡灵战场的地方 早知道 不这么快急着任这个女儿了 谁能想到 对方亲妈还活着 而且 还是凤凰族的至高种族 按时宇描述的来看 那只不死冥凤 虽然自称是赤童亲妈 但看起来 的确有危险因素 谁也不知道 他的话是真是假 不像冰龙 他的存在 身份 是英灵遗迹的 慕徽英大将军 英灵认可的 冰龙目光不断在赤童 时宇身上徘徊 欲言又止 帮助御寿师 解开血脉之谜 也是当时 慕徽英所有 兵夕宠兽的愿望 没想到 直到两千后 慕徽英都去世后 谜团才终于 出现一丝指向 但是 目前冰龙心很累 他总感觉 这件事很麻烦 可恶 时宇为什么 忽然说这个 那只不死冥凤 什么实力 顶级图腾 吧 冰龙道 我觉得吧 这个亲妈不要也罢 太危险了 你们就不要理他了 少去那个什么战场 好好做自己的事就好 小赤童毕竟 不是慕徽英本人 冰龙真的不想 插手太多事了 嗯 就这样吧 冰霜巨龙 快速撇清楚了关系 他的直觉告诉他 慕徽英的血脉 绝对牵扯很多麻烦 很多纷争 总之涉及到 比龙族还混乱的凤凰族 他可不想自找苦头 里面 不管有什么阴谋 也不关他的事情了 啊这 见冰霜巨龙 立马撇开关系 时宇沉默了 你为什么这么机灵 不死冥凤是好的也就罢了 万一是在对他另有所图呢 时宇问 冰霜巨龙 我才刚突破图腾 我哪打得过 不一样 他被封印了这么久 很虚弱 时间系 很强的 就算你这么说 咪 妈 小赤童在时宇的指挥下 直接喊了出来 龙骂 时宇也直接喊了出来 冰霜巨龙 我TM 看着泪汪汪 看着自己的时宇 和被时宇带坏的主人英灵 冰霜巨龙一下子就傻眼了 他自己嘴 怎么就这么欠呢 认个鸡毛干女儿啊 咪 龙 别喊了 我特么 我特么知道了 冰霜巨龙一阵头大 他立刻就后悔了 这摆明了双妈相争 必有一死 不过我可警告你们 我可不是你们的打手 除非你们有危险 不然 不然我绝对不会管你们的闲事的 契约都断了 他没理由再跟着这道血脉 受苦受累 我要去龙宫城 我要去当龙王 我要有自己的势力 我才不是打手 冰霜巨龙大喊道 好说好说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龙宫城是吧 我明白了 到时候我给你带路 时宇见冰龙 还是任子家御寿师血脉转世的 顿时表情充满喜悦 唉 就是不知道 不死冥凤是好是坏 总感觉不死冥凤不太靠谱 不然 如果赤童有两个图腾妈 该多好啊 四舍五入 就是 他也有两个图腾亲戚 这他在东黄不横着走 但现在的结果也不错了 冰霜巨龙想加入龙宫城 也依然算是留在东黄 而且 背后也有了更大的靠山 四舍五入 就相当于赤童跟龙宫城攀上了亲戚 另外 自己把冰龙妈妈引荐给龙宫城 龙宫城那边 肯定也是痛哭涕铃地感谢自己 送来一尊图腾加入 说不定还会把龙宫城的天才龙女 送给自己培养 这样一来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亲上加亲 时宇一下子 就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中 看着旁边的冰龙 宝石猫 还有十一等一众宠兽 宝石猫捅了捅石雨 这么冷的地方 你也能走神 宝石猫不再距离石雨 终于自己看向了冰霜巨龙 而冰霜巨龙 见宝石猫朝着自己释放出善意的信号 也不由得一愣 看向了这只实力似乎也很强的奇怪猫咪 你 喜欢宝石吗 宝石猫开门见山 这谁不喜欢 冰霜巨龙一愣 很好 那我们也是好朋友了 啊 你是哪里来的小猫咪 接下来 宝石猫和冰龙就宝石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 看得石雨他们在旁边发呆 十一 餐宝宝 重重 赤童索性看起周围的环境 餐宝宝身处天霜寒气中 意外发现 这里也是十分极端的环境 它竟然可以吸收天霜寒气凝触变异果 不由得偷偷加了把劲 准备转上一笔 时间系可以留着 冰系别留着 石雨给出餐宝宝建议 让餐宝宝连连点头 懂 不过很显然 天霜寒气还是以冰系力量为主 餐宝宝凝聚一颗变异果 都十分费劲 与此同时 石雨更是打量起来了 宝石猫和冰霜巨龙 它先是看向了冰霜巨龙 这个跟着木徽英大将军 征战过的巨龙 被技能图鉴判定教授 超阶技能的成功率是中等 随后 又看向了宝石猫 宝石猫意外的 有学习空想领域的资质 它被技能图鉴判断教授 超阶技能的成功率也是中等 这两只宝兽 都没出现石雨想象中的成功率 高极高的评判 要知道 它们一个是参加过 图腾之战的千年巨龙 都图腾级了 一个是参与过亡灵天灾的 百年猫猫 是霸主级生物 即使是它们 意志与内心也不能100% 承受住超阶技能的加点 按理说 即使是生死危机 它们也应该经历过数次了 准确来说 石雨突破大师后 见到的所有宝兽 超阶技能教学成功率 还没有一个超过中等的 甚至 露青衣和白皙学姐的 大部分宠兽 图鉴显示的超阶技能 教学成功率 也都是极低低 像石雨这样 教学成功率低的 都是少数 这种发现 让石雨明白了 不是自家宠兽拉胯 而是技能图鉴 对于超阶技能的加点 要求格外严格 对于宠兽的意志与心灵 有着极高的要求 好了 你们还有其他事吗 和宝石猫谈完一桩生意 冰霜巨龙乐呵呵的 没想到这只猫倒是很懂啊 他怀疑这只猫 是不是巨龙变的 那我们约个时间 一起去龙宫城 过段时间 就是龙宫城宴会 正式拜访的好时候 石雨道 没问题 冰龙眉飞色舞 我也要去 宝石猫也跃跃欲试 去 都可以去 石雨道 有保镖主动跟着 不要白不要 这样一来 就算没有霸海传奇带队 他这里也安全得很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冰龙呼了口气 接下来 他要继续压榨 吸收兵和图腾 用于复活聚集过来的 兵器力量了 等吸收得差不多了 直接让人类扔个 禁忌武器过来 彻底改写这片环境 灭杀兵和图腾就行了 闻 从今以后 他就要告别雪山 在龙宫城 丛林开始新的生活了 不过大概要多久 冰龙问道 也就一个月不到了 石雨回道 这段时间 他要抓紧去帝都 帮助餐宝宝进化了 嗯 那时间差不多 冰龙点了点头 他们紧接着又聊了聊 片刻后 冰龙将石雨他们送了出去 出去后 石雨乐呵呵的 这次的谈判 虽然降低了一个辈分 但总的来说 算是成功把冰龙抱上了 哼哼 回去路上 石雨格外兴奋 他此时又进入了 剑林附体状态 释放着气焰 在风雪中飞行赶路 旁边 宝石猫依然在飞毯上 瞇着眼 打着哈气 等一下 不一会儿 石雨他们抵达了 冰龙雪山的暴风雪区域 宝石猫正要带着石雨他们 瞬间移动穿梭时 石雨忽然叫停 干嘛 宝石猫见石雨 盯着暴风雪打量起来 道 看看这里暴风雪强度怎么样 石雨看着天空的暴风雪 之前他和林管主等大师 一起过来的时候 他们一行人都得乖乖下去 慢慢渡过这片区域 哪怕是陆雪姐 也跟自然之力抗衡不了 所以 石一他们 跟这里的冰雪环境比起来 就更渺小了 哪怕是图腾级生物 都是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来强化自己 攻击敌人 从这里就能看出 大自然的力量的潜力 有多庞大 石雨想过了 想培养宠兽的意志与心灵 克服生死 克服恐惧 克服绝望 克服疲惫 克服伤痛 心中树立坚定的目标 经历时间的洗礼这些素质 也全部不动摇 那宠兽的意志与心灵 绝对算是够了 或许这里 能锻炼一两个素质 确认一下锻炼场所 这里说不定能用来 磨练参宝宝他们的意志 极致严寒的环境下 很适合用于 消耗光全部体能 来突破极限 以疲惫之躯 强忍风雪带来的伤痛 磨练自身 除了石一 石雨感觉 另外三只宠兽都挺不过 士童 参宝宝 虫虫 宝石猫眉头一跳 我可以举报你虐待宠兽吗 这不是自残吗 石雨道 我也一起 超阶技能加不了点 他心痒痒 现在忍一忍 马上就可以一口气 摸鱼加点到图腾级了 问题不是这个啊 宝石猫嘀嘀咕咕 道 锻炼那个有什么用 他们都是霸主种族 日后练练技能 用用资源 水到渠成 就能突破到霸主级 你还想给他们 人手磨炼一个霸主意志吗 那是什么 石雨忽然看向了宝石猫 宝石猫一愣 看到虫虫 参宝宝 赤童传来的眼巴巴的目光 忽然捂住嘴 意识到了说错了话 没 没 说说看 石 没 今晚就让参宝宝做出来 参宝宝 那好吧 宝石猫立刻摊开爪子 笑咪咪道 寻常霸主种族生物 在成长等级 从君王级突破到霸主级时 靠锻炼种族技能 或者使用高级资源强化 就能很轻松突破瓶颈 但是对于低种族生物来说 尤其是那些没有 超阶种族技能的生物 甚至算上一些 有超阶种族技能的生物 他们想突破到霸主级十分困难 哪怕有传说级资源强化也是一样 很困难 这是种族的限制 无法改变 不过 天无绝授之路 只要他们不断经历生死 磨练出强大的意志与心灵 便有几率凝聚出一种 十分违心的能力霸主意志 辅助他们突破到霸主级 一般来说 这是低种族宠兽 达到霸主级的最佳途径 当然也是最难途径 而对于高种族 宠兽来说 就没必要这么累了 躺平自然成长就行了 时语一愣 道 这个霸主意志 厉害吗 你有吗 宝石猫挥了挥爪 道 嗯 它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 而是十分罕见 但 低种族的生物 就算有霸主意志 受限制于种族 也很难打过高种族生物 哪怕它们是心灵上的强者 当然 意外暴肿了除外 但是同等级同种族下 有霸主意志 的确是厉害许多 怎么说呢 有霸主意志的生物 它们在各种极端环境下 动不动就能爆发出 极为不科学的 超出认知的力量 所以说 这种能力十分卫星 用动画片中的术语来讲 拥有霸主意志的生物 非常轻易就能进入暴肿状态 偶尔临死反杀的对手 偶尔临场突破一下 偶尔超越极限越级作战一下 懂了吧 至于我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好不容易变异到霸主种族 接下来 就让资源和金钱 俯补我的心灵吧 宝石猫舔了舔着着 种族高了还受累 那就太委屈自己了 此时 石羽看向了石一 虫虫 餐宝宝 赤童 四只宠兽 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糟糕 太早把你们种族进化得太高了 不过问题不大 要不然 你们也尝试 凝聚个那什么霸主意志 这样一来 超级技能的加点 总该没问题了吧 硬 石一滚入口袋 觉得没什么问题 认为可以挑战一下 他看向了另外三只同伴 一起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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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